飘流木打造乐器 车床师傅延续不死乐音 记者走进这堆满木头乐器 台南吸引阿公的工作室 光是这曲二胡雨夜花就叫人感动 这里头上百把无论是二胡三弦琴等乐器 全是五师智通的阿公用飘流木打造 更厉害的是这台结合高低音提琴 二胡古增音箱的多合音乐台 阿公以前是车床师傅 国中毕业没有受过音乐教育 二十年前一把火把大妙乐器烧光光 他屠方奇想雕刻倒塌枯木变成乐器 以外开启数人乐师之路 连退休的迪八店也能升华成各式乐器 不仅如此但还是第一个 把两百年无谱的竹马正古调写成谱的人 但雕刻乐器和还原乐谱已经不能满足他 他还自主漂流木乐团拿着台湾造型乐器到美国加拿大表演 让阿多亚见识到福尔摩沙美丽的另一面 地方中心土保级任务委报道